全球首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,Elon Musk,成了小王,戴绿帽的苦主竟是他的多年好友Google共同创办人,全球第七富豪布林,Sergei Brin,今年年初,布林得知马斯克与自己的老婆夏娜汉,Nikol Shanahan,有染后,愤而提出离婚,而马斯克已经向布林道歉并祈求原谅,美国华尔街日报,The Wall Street Journal,周日7月24日报道, 布林于今年1月,以不可调和的分歧为由,向加州法院提交解除与夏娜汉的婚姻关系申请,布林与夏娜汉于2018年结婚,育有一位3岁女儿,51岁的马斯克在靠着特斯拉的成功成为全球首富前,就已经是48岁的布林的多年老友,美国福斯新闻Fox News报道,马斯克常去布林家做客,是熟到不能再熟的哥尔们,2008年马斯克的特斯拉陷入财务危机,眼看着他的电动车, 大梦就将破灭,靠着创办Google致富的布林资助了马斯克50万美元,约台币1510万元,解了马斯克的燃眉之急,马斯克后来成为全球首富,他与布林人是好哥尔们,常去布林的家,而这一切好有关系,直到去年12月,布林的老婆夏娜汉到佛州迈阿密参加艺术活动, 却与马斯克发生了世间情,并被布林知道后终结,布林身为全球第七富豪,身家超过940亿美金,约台币2.84兆元,虽然他在2018年与夏娜汉结婚前,曾要求对方签下禁止分产的婚前协议书,不过夏娜汉本身就是律师, 他委托的离婚专业律师已经表明,当初签婚前协议书时,夏娜汉已怀有身孕,是在身心受到压力的状况下签字的,夏娜汉要求至少10亿美元,约台币302亿美元的赡养费,对布林的财富来说,只是九牛一毛,对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,马斯克时口否认,他在推特最新回应,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,布林跟我是朋友,我们昨晚还参加了一场聚会, 我在三年内只见过妮可,夏娜汉两次,旁边都有很多人,没有任何浪漫元素,苹果新闻网综合报道